今年第11号台风海葵在下午2点 已经来到台湾东南东方大概770公里左右的位置 这个台风会持续地朝台湾前进 假如路径预报没有任何改变的话 我们预计在今天晚上8点半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我们要特别提醒这个台风的外温环流 大概从礼拜六晚间开始就会影响到我们 而这个台风可能会在礼拜天逐渐地通过台湾 而最新气象资料显示 这个台风在礼拜天通过台湾之后 会陷入导引气流微弱环境 因此台风可能会在台湾海湾南部滞留 我们预计台风或外游环流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下个礼拜三 不过台风的路径预报不确定性相当大 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最新的资讯 我们先从卫讯图上面来看到 目前在台湾云系发展的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下午开始 虽然台风离台湾还是比较远的 但是在热力作用的影响之下 在西半部的山区已经开始有些骨厚的热流发映起来 气象局已经针对了西半部 在云林以南部分县市 以及宜兰县山区发布大雨特报 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要特别留意降雨的现象 另外随着台风的逐渐地靠近 东北风也为台湾的云峰面 北部跟东半部带来一些降雨 我们从雷达回坡路上面会看得更加清楚 蛮多的云系逐渐地从东北部的海面移入 并且影响到大海北跟宜兰甚至花莲这些地方 因此在今天在北部东半部还是断断去去 有些降雨的状况 而在西半部的平地则是午后六月的情形 我们预计在这样子的降雨呢 在今天的晚上之后呢会逐渐地缓和下来 从定量降水域暴涂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入夜之后西半部的降雨会逐渐地缓和 但是北部以及东半部 尤其是在宜兰跟花莲这些地方 降雨还是持续 而到了明天白天我们可以看到 降雨的状况就更加地明显了 在北部东半部持续断断去去有些降雨 而且随着台风的靠近 明天越晚雨势上会更加地明显 而另外在西半部的地方 虽然明天暂时不太受到台风影响 但是中午过后还是会有一些 午后雷震与发映起来 当中也不排除会有比较大的雨势 而在台风逐渐地接近 我们要先提醒浪的部分 其实在今天各海面沿海的浪高呢 并不是非常的低 在各海面浪高都还是有来到两米以上 到了明天台风逐渐地靠近 我们可以看到在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的沿海浪高会逐渐地增高到三米左右 那到了礼拜天台风更加接近海况 当然是相当的恶劣 我们提醒大家在这个周末 建议避免前往海边的活动 至于未来台风会怎么走呢 我们先从今天早上8点的浅示预报图 来看台风的预计发展的方向 那在目前的最新资料显示的话 一直到3号之前的话 整体来说台风会逐渐地往台湾靠近 那到了3号之后的话 由于台风会逐渐地进入导演气流 比较微弱环境 我们预计在台风的话 很有可能会放慢 并且在台湾海峡南部打转的状况 因此在最新一报下午预报的路径上面 我们会有两个比较主要的变化 一个是路径上有逐渐难修的趋势 因此下午的路径 大概会比较偏向花莲 到台东这边 进入台湾陆地的机会是最高 那在通过台湾大概到4号之后 到5号甚至6号 很有可能都是在台湾海峡南部滞留的情形 在今天下午的预报上面 会有这两个比较大的修正 不过当然在台风预报上面 还是有所谓的浅势的路径的误差存在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台风的最新资讯 而根据下午的最新路径预报 我们大概可以预报出 接下来的降雨趋势的话 大概是如雨量趋势图所示 首先是在礼拜六 台风逐渐的靠近降雨当然是以北部跟东半部 逐渐的增加为主 那其中在北部以及宜兰跟花莲 可能开始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出现 甚至会有大雨或豪雨的状况 到礼拜天台风逐渐的接近 甚至会登陆就是在台湾的部分 那由于路径往南修了 所以出整个东半部地区 包括台东可能降雨都会非常明显 北部同样是迎风面 所以也是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可能 另外在台风通过台湾 进到台湾海峡南部的时候 南风也会为中南部地区带来比较明显的降雨 因此可以看到到了3号 中南部的降雨也变得非常明显 同样也有好语发生 到了礼拜一到下个礼拜三 由于台湾 台风持续滞留在台湾海峡南部 非常强烈的南风带来了大量的水气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各地天气还是相当的不稳定 风雨还是比较大 这当中尤其是在东半部地区 南部又是迎风面的地区 因此同样持续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可能 台风影响的期间 其实从礼拜六晚上一直延续到下个礼拜的礼拜三 那目前来看的话 整个影响的期间算是相当的长的 而实际上影响比较大的位置 还要再试台风的路径变化而定 预报的不确定性相当的高 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台风所带来的影响 那我们预计到了下个礼拜四之后 台风会逐渐的远移 因此各地的风雨有逐渐缓和的迹象 所以总和来说在今天晚上的时候 其实气象局就会发布了所谓海上台风警报 那随着台风逐渐靠近 我们也可能会在明天的清晨到上午之间 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那未来一段时间一直到下个礼拜三 台风都会在台湾附近影响我们 因此影响的时间算相当的长 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台风的最新动态 并且做好防台准备